哈喽哈喽 今天我们有请到我们高歌兄 今天我觉得我们都是划的单板 但是他的单板有点不太一样 自我介绍一下 这个雪段都叫我高歌 喜欢划雪吧 一开始划这个刷板 后来改成这个刷锹 现在改成单锹 现在玩的比较习惯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Mono Ski Mono Ski Mono Ski起约于六七十年代 在我们那个单板发明之前 之前 又往这还久 他起约于人的一种想法 这法国人就喜欢这个刷锹嘛 他觉得病得好 病得亲戚的好看 然后就把两个锹呢 桥头和桥尾用金属卡链 扣到一块儿 划直接给扣到一块儿 划着划着发现干脆做成一个板 一条板不一定就打扣了 就直接踩上去 后来发现很难 两个脚要变成一个板的话 原来两个日再卡去 现在变成一个了 就很难控制 而且不由自主的双脚踩下去 就失控了 后来大家说把它扭个方向 把脚那个 把脚扭了个方向 发现哎哟这个好玩儿 挺好控制 人不用拿杆 手可以趴地下 随时可以坐地下都舒服 然后呢 特别年轻人觉得这个还酷 哦 丹法原来是这么来了 所以丹法就出来了 这个就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只有少量的法国人在划 北美据说东部没什么人划 就西部嘛 前些年有一个老外 其实有两个老外 有一个老头现在不划了 只有一个很年轻一点的 划了二十几年 我这个捡起来大概有三年多了吧 感觉划剩了挺舒服的 是啊 挺好的 我们等会再说我们先看一段 我们先看一段高哥大哥的这个划行 到底这东西怎么划 我有点就是作为一个单上板都会划的人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 脑子有点处理不过来啊 我们先看一段 如果是在ändig子宅中的再次发现 你脑子有点厚 就这样到了 好 所以我们先看一段时间 都给我们了解决一下 现在总的说明 很可能 就像不太来 有点过来 就像不太来 记得了 那么大 小心 吧 好 散开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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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你是登不出来的 平时这样登不出来的 登不出carve 全是靠你的走刃 你要把这个板 你要力道足够大 它这个radius就起作用 否则的话就跟直板一样 你就要全靠有动手 刚才也跟大哥了解过了 就是说虽然说这个看着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现在是一个追求个性的年代了 但为什么学场上我很少见到这个东西的 就是划这个monoskin 刚才也问过了 可是因为这个实在难 大家如果划过双板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 板脚能从一个道 至少从绿道从底上划到底下 或者划一半也行 就是不能捣着换 就是你又能内日又能外日 一个脚都能划下去 你才能踩这边 才能开始玩这个 否则我不要不建议大家买 很贵的 买完了以后大家就储藏起来 对对很多朋友买了以后 包括大概也说过了 这个很多这个教练啊 高级的对厉害的 有很多人买了买了以后 国家级教练买了以后 最多花两次 有的一花一次就再也不花了 所以技术脑子里面要把技术储备好 你提前在传板上把技术储备好 再买这个 挺享受的 但是没有的话 你先买来 你还不知道 就先吓你一跳 你就再也不想动它了 对对对 你先想好 你一踩上去就有感受 你才能滑下去 就跟滑雪一样 把出来炸到的 学滑雪的人 你先上来让它甩几脚 它以后可能再上山了 你先上来让它慢慢的 溜到几下 它享受到了 它就以后可能就会发现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 就有什么区别 技术上的区别 你要它永远是外日在 那么另外 如果你要有效的控制 这个 你的速度 控制你的这个方向的话 你不光一只脚踩下去 另外一只脚要弹起来 你要你把镜头看一下这个 你要这样 这板要成这样你才能控制 所以你最好是有上下分离的那个技术 没有也可以 但是你就要整个实用者是直直走 对对对 直直白呢 你就堵坤你就很难去 或者你只能去 跑那儿的堵 对对对 绕大玩 其实我也想象过 我也试过这个单脚滑 如果我在滑外人的时候的话 我是没有ambulation的 我人整个倒过来 就是才能踩到我的外人上面 否则的话 我感觉还挺难站稳的 现在大哥已经练到 就是在踩内人的时候 还是有 外人的时候还是有ambulation 对 这个还是非常神奇的 所以说在耍板上练 练储备技术 我在买这之前 我已经先把那些练到 可以可以 踩上去没有生疏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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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